來正聖誕節 不知道大家有節目沒有 我已經約了一群朋友上來Studio慶祝 開Party來說最重要當然是有氣氛 所以我已經準備了一隻 有360度LED燈效的JBL Pulse 5藍麻喇叭 其實我本身都是Pulse Ball的用家 之前去Camping都一定會帶上它 因為無論是聲音還是燈 我都非常喜歡 但誰知道當我試完這隻Pulse 5之後 是更加之愛不釋手 所以今集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它有些甚麼升級 Hi 我是Pinky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如果你都喜歡看一些產品開箱或評測 或是想了解多些關於我的生活的話 就快點subscribe這個頻道 按旁邊的鐘和follow我的IG 畫面見到的這兩隻 就是JBL Pulse 5和Pulse 4 雖然它們大家都是用了一個圓柱形的機身 而在一個半透明的外殼裡面 就有一條360度的LED燈柱 但其實在設計上 今次都有不少的改動 最明顯的就是今次的外殼肥了一些 令到燈柱的Outline看起來好像再突出一些 另外就是Logo轉了新款 而那些按鈕就由前面放到後面 令到整個機身的外型看起來都更加簡潔 如果細心一點看的話 就會發現Pulse 5的玻璃好像有層霧 所以令到散出來的燈會Soft 亦都沒有那麼殘眼 另外就是今次連喇叭底都有燈 如果放在一些平面的桌面上 你就會看到效果是更加之漂亮 除此之外 今次這隻喇叭亦都更加有份量 它的重量就由1.26kg增加到1.5kg 所以其實拿出外的話 的確是有少少重的 不過今次它就給你多一條防滑手帶 你就可以拿著或者掛起來用 除了外形有分別之外 今次兩隻喇叭的內部結構都有不同 首先就由藍牙4.2升級到藍牙5.3 所以連接都會更加穩定 另外亦都有防塵的功能 就由IPX7提升到IP67 換言之夏天的時候都可以帶到沙灘 而在單元組合上 本身Pulse 4就只有一個57mm的全頻單元 但今次Pulse 5就有一個16mm 和一個64mm的單元 去分別處理中高音和低音的部份 它的總輸出功率亦都是由20W 增加了一倍到40W 換言之 整體的音色和音量都會更加之好 現在我們就一起試聽 Pulse 4的低音已經算是很不錯了 人聲亦都非常清晰 在一個大約8多呎的空間 播放三成的音量已經相當足夠 但今次Pulse 5 因為有一個獨立的低音單元 所以很明顯聽到 它的Base會再強勁一些 亦都會再震撼一些 而且今次整體的音色 都是更加之細緻 亦都再圓潤一些 無論是聽甚麼類型的歌 你都會感覺到更加有層次感 不過始終是一個單聲度的喇叭 如果用來看電影或打機的話 就可能會差點方向感 I need you to be strong 不過如果你有多一隻Pulse 5在手的話 其實都可以用它的App 去Pair左右聲道 就可以做立體聲的效果 又或者像我這樣 如果有兩隻JBL喇叭在手 而它們有兼容Party Boost的功能的話 就可以將它們Connect在一起 如果在家聽歌 就可以一隻放在廳 一隻放在房間 接著我們就測試一下 它們的連接穩定度 我分別Connect了兩隻喇叭 然後離開房間 大概2、30米左右 一轉彎入場之後 Pulse 4就斷線了 但Pulse 5就很明顯穩定很多 而且我在Studio播歌 大概播了3、4個小時 之後它都沒有試過斷線 另外兩隻喇叭 其實在Connect上都非常方便 基本上在你配對第一次之後 以後一開機 它就會懂得自動Connect 另外Pulse 5 是可以同時連接兩個Device 譬如你用電話聽聽聽歌 想轉做iPad去播劇 就不用特地去Disconnect 再配合那麼麻煩 嗨 歡迎來到我的Studio 這裡就是我平時做事 不過今次的機身操作就不太方便了 它少了暫停和較大小聲的按鈕 就只有開關、連接、轉燈效 以及喇叭全流的功能 但其實我自己通常都會用電話 去控制音量或轉歌 所以對我來說就沒甚麼影響 反而今次的App就有更多東西玩了 首先有六種不同的燈效給你選擇 你還可以Customize自己喜歡的燈光顏色 調光暗 以及可以調它的閃動快慢 我覺得今次整體的燈效 都是比上一代漂亮了 亦都Smooth了 而最重要的就是它比之前更加適合Beat 另外今次還可以調EQ 如果你想Bass再強一點的話 就可以在這裡自己調調 亦都有一個Ambient Sound的功能 就是譬如可以聽流水聲 或者聽閃叫 有時睡不著覺就可以播來聽聽 最後就是它的續航力 其實今次的電量就沒有提升 跟上一代一樣 都可以用到12個小時 充滿電就要4個小時 基本上玩足一日都沒問題 好 總結 其實我覺得作為一隻Party的喇叭 Pulse 5真的非常之正 無論是它的燈效還是音質 都比上一代有明顯的提升 就算平時不播歌 都可以當作一個裝飾燈 令到你房間更加之有氣氛 所以我覺得2000頭這個價錢 都算是買得過的 不過要留意的是 今次的重量真的比上代多了 所以如果你經常都要拿來拿去的話 就可能要想一想了 好 今次這條影片就差不多了 你們聖誕節會去哪裡玩呢? 留言告訴我吧 我們下次再見 Bye Bye